截止到目前,所有的XLGBT Plus用户应该都已经开启了内嵌于XLGBT中的Dali3 AI绘图功能 本期视频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会演示Dali3区别于目前其他AI绘图工具的特殊应用场景 第二部分会分享如何使用Dali3生成形象一致的人物 第三部分是讲解如何使用免费的GPT 3.5配合微软并图像创建器制作出更好的图片 第一个应用场景,对图像中特定文字生成的精准把控 目前市面上能在图像中生成指定文字的AI绘图工具寥寥无几 除了Dali3,还有一个叫Eliogram的工具 我之前做过一期介绍视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第一个案例,生成带有对话框的漫画,并在对话框中写上指定的文字 第一张图中的文字是完全正确的 其他三张的单词拼写都存在错误 这里我借用的是蜘蛛侠中的经典台词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只支持拉丁字母的生成 如果想做中文的对话,可以考虑生成空白对话框 自行添加文字 需要注意的是,你不能在需求中明确提到Spiderman或者Peter Parker 他会拒绝生成版权相关的形象 第二个案例,生成带有指定文字的卡牌 这里我借鉴的是暴雪如实传说中的卡牌设计 达里三这几个字符生成得很清晰 但是下方的描述文本看起来就有点糊了 不过还是依稀能够看出来 我要他写的是 The Most Accurate AI Image Generate 最精准的AI图像生成器 无论是卡牌中的人物图像 卡牌边框还是整体布局 我都挺满意的 我生成了两组不同风格的卡牌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微软病图像创建器 它生成的样式跟原始的炉石卡牌基本一样 如果有观众想做一款自己的卡牌游戏 或者实体版桌游 都可以考虑在这上面参考设计风格 第三个案例,海报制作 第一章借鉴了乔治奥威尔1984风格的宣传海报 第二章,GTA东北 游戏封面制作 在精准生成指定文字的前提下 它还对图像内容做了相关联的对应 显示的是一幅和东北这个地名相关的城市街道画面 第三章,节日海报制作 相信屏幕前肯定有从事美工或者设计这方面职业的朋友 以后做节日海报能节省很多时间了 属于是简单修改一下就能拿来直接用的程度 第四个案例,设计带有文字的品牌logo 这里恶搞的是汉堡王 Wag Queen这两个单词生成的都很准确 第五个案例,设计简笔签名 我要求它将Way这三个字母融合到一只猫的简笔画当中 总体来说还是很满意的 可以拿来做头像或者个性签名 第二个应用场景,生成小说或游戏作品中的角色设定原画 它会对图像中物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功能用途做详细的注解 当然有很多文字基本上看不清 要拿来用肯定需要自己做一些修改 第三个应用场景,电商产品设计图 第一个案例,服装模特图片 左侧是服装设计图案,右侧是模特上身图 第二个案例,马克杯设计 图片布局跟上一个案例基本一样 基于这种图片模板,我们还可以将内容扩展到其他产品 比如手机壳,打火机,这种常用 而且对设计有一定要求的生活物件 第四个应用场景,游戏贴图制作 这个案例我在上一个教大家怎样使用ChatGPT制作游戏的视频中有演示过 对于低成本小游戏的制作很有帮助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如何使用Dali3生存前后形象一致的人物 在这个演示案例中,我会尝试制作一本网络小说中的剧情插图 在保持两个角色外观基本不变的前提下 改变它们出现的不同场景和互动内容 在这个环节中,我们需要用到ChatGPT的自定义指令 点开ChatGPT网页走下角的头像 这里有个Custom Instructions 第一部分是给ChatGPT提供一些需要它了解的背景信息 第二部分是给ChatGPT设定一种固定的回复格式 可以理解为前端的模型微调 在背景信息中,我告诉他 我正在为我的小说创建插图 以下是小说中的两个特定人物的名字 以及他们的具体外观描述 我希望他使用这些确切描述和相同的种子编号 123来创建插图 在保证角色外观不变的前提下 自行添加诸如情绪、色彩、光线和环境这些额外细节 并且总是生成四张图片 所有图片的分辨率都设定为16比9 写好之后,勾选这个在新对话中启用的选项 保存设置 在GPT4中选择D3 我输入的需求很简单 就是一句话 Iris和Justin在咖啡馆相遇 从结果来看 你会发现他生成的每张图片 虽然在细节上会有区别 但是角色的外观特征基本一致 第二个场景 Iris和Justin一同走在街上 第三个场景 Iris和Justin一起在厨房做饭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第一道工序已经完成 接下来是第二道工序 手动为单张图像创建变体 虽然可以打字要求CherryGPT单独修改特定的图片 但是经过我的多次验证 点开一张图片 手动复制它的Prompt重新去生成 效果会更好 我们在之前的三个场景中 分别选择一张满意的图片 创建变体 剩下的工作就是在新生成的结果中 选取最接近你个人要求的图片 最后完成整部小说中 不同场景的插图制作 在CherryGPT中 使用了自定义指令的对话 在正上方标题栏的右侧 会有一个改善号图标 这种方法不能保证人物特征的百分百一致 但能够做到非常接近 你要灵活运用AI绘图的核心技巧 也就是重做 我们添加自定义指令的目的 也是为了减少重做的次数 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对我写的指令进行修改和优化 进一步提高制作效率 视频的最后一部分 来讲一讲怎样使用免费的GPT 3.5 配合微软Bin图像创建器 来输出接近付费版大列3的方法 Bin图像创建器使用的模型 同样是大列3 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又会有一些区别 第一 假如我们像使用ChatGPT一样 在BinChat聊天界面中 向它发送创建图像的需求 Bin的Prompt 是简单地转换你的需求文本 它不会生成随机Prompt 并自行添加细节 并且生成的四张候选图 会使用同一个提示词 微软明显在这个环节上阉割了很多功能 第二 我们目前没办法通过对话 来改变图像的比例 统一都是1024x1024的方形图像 第三 生成图片请选择聊天界面 聊天界面的文本输入上限是4000个字符 图像创建器的输入框有字符限制 上限大概是480个字符 还是跟之前一样 使用ChatGPT的自定义指令 不过我对指令内容做了一些调整 并且给他提供了一条Prompt实例进行参考 新建一个GPT3.5对话 要求他生成描绘特定场景的Prompt 复制到BinChat的聊天框中 要求Bin创建图片 对比我们使用GPT4生成的图片 差异肯定是存在的 而且人物的一致性保持的也不够好 微软调用的图像模型是阉割版的 但是甚至免费 而且通过多次重做也能生成效果不错的图像 视频的结尾需要特别提醒的一个方面是 OpenAI的审查制度极其严格 尤其是针对公众人物和版权相关的内容 你没办法通过正常途径去生成很多有意思的图片 这时候不得不感叹 开源的Stability Fusion才是真正不可替代的东西 尤其是在这张梗图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以上是本期所有内容 相关链接我都会贴在视频下方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点个关注 下期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